我是班长 我不小心在魔戒入口的森林处救了大牛的妹妹白白 气死我了 怎么手那么浅居然救了仇人呢 我骂不过他又懒得跟他动手 只能回到魔戒营救小微 可是谁知道魔戒的大门居然消失了 白白告诉我魔王在东部隐居海岛上有一个根据地 小微很可能被抓到了那里 一码归一码 因为这个消息我感谢他 可是我绝对不可能接受这个女人跟我同行 孤男寡女的又是仇人 要是再擦出点什么火花 想想就害怕 你好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 你有没有见过一个穿黑衣服扎两根马尾 拿着平底锅的女孩啊 问路五十 问事一百 问人两百 你抢钱哪 诶 问问 不问滚 诶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 我没有钱 你这把剑看起来不错 你把它给我 我回答你一个问题 诶 好吧 问吧 我刚才说的那样的女孩你见过没有啊 没有 那这是什么地方啊 这是第二个问题 你 你这个是片子行为啊 你把体型还我 你把体型还我 哼 就你这份脚冒功夫还想跟我动手 这是哪啊 诶 还有迟的 开门 有没有人啊 放我出去 我没钱没顺 除了耗你们粮食 啥都不会做 快放了我吧 开门 开门啊 开 是你啊 你又跟他们是一伙的 小姑娘看不出来呀 你藏得挺深的 别废话了 我是来救你的 我信你个鬼哦 你个小丫头骗子 坏得狠的 这里是卧湖藏龙村 相传这个村落里 藏着青龙白虎的抚摸剑 所以很多人聚集在这里 等待宝剑出事 并残杀驱逐 其他对宝剑有想法的人 那他们更应该让我走了 把我困在这里做什么 可能是 噓 别吱声 有人来了